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因为资讯不够透明 引发争议更造成了相关业者的恐慌 总统马一九今天主动提到 台湾的服务业是强项 而且经济部已经做好配套 准备了952亿元的预算随时可以投入 我们GDP的76%是我们的强项 正好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业者能够有更多的发挥 当然我们也会注意到 如果因为大陆服务业的引进 而造成我们产业的影响 经济部已经有一个 因应贸易自由化产业振兴跟调整的方案 编列了952亿的预算 来做必要的处置